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全台湾各地都非常的高温稳定 那当然就是非常的炎热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各地的降雨机率都非常的低 只有10%的降雨机率 当然山区可能偶尔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但是机会都相对偏低 机率相对偏低 当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灿速台风 灿烂的灿 灿速台风 那么现在灿速台风 距离台湾大概是东南方 大概670公里的海面上 所以距离台湾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昨天下午的时候 中央气象局 那么已经是修正了灿速台风的路径 它看起来不是往台湾南方走 看起来是往台湾东部直扑而来 那么有可能会整个的北转之后 沿着台湾的海面一路向北 那这路径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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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正 原本昨天晚上的时候认为 它的台风中心位置是有可能会登陆的 但现在判断 它大概会距离台湾东部海面 大概670公里的海面上 然后一路向北前进之后 那么中心位置可能不会登陆 但是因为它距离台湾非常的近 几乎贴着台湾往北前进的情况之下 它的暴风半径180公里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 它距离台湾的东部海面 中心位置可能只有60公里 所以全台湾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昨天中央气象局 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 对东部的地面 东部的这个区域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 就是在明天一直到礼拜天 这两天整个周末 都可能会是在台风笼罩的范围内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我们已经有很久的时间 没有台风了 所以呢这个台风因为它是强烈台风 威力非常的强大 所以呢所有的防台准备要特别的注意 目前它的路径还有很多的变数 所以呢做好最好的准备呢 其实是因应它最重要的一个策略了 好这个今天很稳定 好这个今天很稳定 但是呢那么明天跟后天 那估计这个台风呢要离开台湾 然后呢这个不再影响台湾 可能要拖到礼拜天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一的清晨 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这整个周末 可能都是一个防台周末 好那今天但是今天很热很热很热 我们来看温度 北部地区呢白天温度是27到35度 但是呢台北市新北市 还有桃园市的山区 可能会出现中午前后36度的高温 中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26到34度 但是呢南投县进山区或者是河谷 中午前后也会出现36度的高温 那么南部地区呢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25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到晴 那注意的是从宜兰花莲台东 都有可能在中午前后出现36度的高温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27到32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已经29度了 台中台南高雄台东跟澎湖28度 宜兰27度 然后花莲是26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道成工业指数下跌了151点 收盘指数是34879点 跌幅百分之0.43 纳斯达克下跌了38点 收盘指数是15248点 跌幅百分之0.25 S&P指数下跌了20.79点 收盘指数是4493.28点 跌幅百分之0.46 只有废城半导体 反而出现了跌升的上涨 上涨了13.20点 收盘指数是3390.8点 涨幅百分之0.39 好那么道琼标普 还有纳斯达克都下跌 尤其道琼呢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的下跌 五大科技天王呢 只有脸书上涨了百分之0.11% 其他的包括了苹果 还有Alphabet 亚马逊以及微软 都是下跌的 好不过因为 废城半导体呢是反弹的 台股当中呢 废城半导体的ADR呢 在美国的这个交易 特别的这个活络 所以呢台股的ADR呢 除了中华电信的ADR呢 是下跌之外呢 其他都是上涨的 台积电的ADR上涨了百分之0.65% 红海的ADR上涨了百分之2.34% 热光的ADR大涨了百分之3.24% 联电的ADR上涨了百分之2.53% 只有中华电信的ADR 小跌了百分之0.17% 所以呢虽然道琼啊 标普啦 纳斯达克啦 的股价是下跌的 但是呢 非城半导体以及台股的相关ADR 都上涨的激励之下呢 台指旗的夜盘反而是上涨了46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那么油价都是下跌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中国大陆呢释出了它的原油储备 好昨天呢 中国大陆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年增率创了13年来的新高 那么使得呢 中国大陆对于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呢 变得更加敏感 所以呢 为了要抑制原油不断的上涨 所以呢 释出它的原油储备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呢 因此下跌了1.16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68.14美元 跌幅1.67%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15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1.45美元 跌幅1.58% 好那至于在芝加哥黄豆期货的部分呢 下跌了9美分 每普社是1270.50美分 那么跌幅0.7% 黄金期货的部分呢 则出现了跌生反弹 上涨了6.5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1800美元 涨幅0.36% 那么白银期货上涨了0.5% 铜的期货上涨了1.24% 白银的期货则是大跌了4.22% 那么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是下跌了0.23个百分点 来到92.47 那么美元指数呢 之所以下跌啊 其实一方面是欧元的转强啊 昨天欧洲央行呢 释出了割市退场的讯息 而且具体的缩减购债的 这一个这个消息 所以呢激励了欧元的上升 第二个因素呢 是美国昨天呢 美国财政部呢 标售30年期的公债 那现在美国呢 因为他资金非常的泛滥 所以呢 这个需求其实很强劲 使得他的30年期的公债呢 他的殖利率不但没有因为 这个标售而上升 相反的是下降的 所以美国十一期公债殖利率呢 降到了1.297 美元指数呢 也因此顺势的滑落 滑落了0.23个百分点 来到92.47 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啊 昨天其实就法国跟德国来讲啊 是小涨 因为呢欧洲央行 释出来的退场 是割市退场 其实非常非常宽松 有点类似澳洲的退场模式 小幅度的 逐渐的减少购债规模 那但是呢 购债的时间呢 可能会拉长 好 所以呢 这个消息呢 激励了法国跟德国的股市上涨 法国的股市呢 小涨了15点 涨幅0.24%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呢 也小涨了12点 涨幅0.08% 但是英国是下跌的 英国呢 主要的 因为他跟欧洲央行 其实没有直接的货币关系啊 他自己有自己的英镑 自己的英格兰银行 第二个因素呢 是英国国会昨天通过了 Boris Johnson呢 所提出来的加税案 好 那里面有包括股力所得税呢 那么要加1.25个百分点 所以呢 使得英国金融事报 百分比较指数呢 下跌了71点 跌幅1.01%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很多其实都在刚刚呢 在金融市场的时候呢 为大家分析过了 我们来好好地了解一下 所以第一个呢 美国昨天所公布的 初次勤领事业就金人数 只有31万人 距离那一个健康的 复苏的就业市场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大概你只要 每一个礼拜 初次勤领事业就金人数 在30万人以内的话 那么你都可以预期 未来的事业率 是节节下滑的 好 那么上个礼拜呢 只有31万人 比预期的33万5千人 要来的减少 不过呢 连续勤领事业就金人数呢 还有278万3千人 这个数字呢 就比预期的稍微的高一点 所以这个数字呢 稍微的化解了 这一个上个礼拜五 所公布的非常糟糕的 非农就业数字 可是呢 这也使得联准会呢 他的这一个 这个缩减购债的 这个声浪再起 包括了这个联准会的 第三号人物 纽约联准银行总裁 Williams 他是永久有投票权的 他就认为今年底展开 缩减购债是很适当的 而另外一位李氏鲍曼呢 也认为虽然这一个 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不如预期的强劲 但是呢 美国的经济成长人 就是很强劲的 所以支持在今年底 缩减购债 好 这个呢 是美国的部分 那至于在欧洲的部分呢 那就是很具体的 要缩减购债规模了 好 这个欧洲央行呢 昨天举行的是 利率决策会议 所有的利率都没有 任何的变动 但是呢 对于疫情紧急购债计划 他的英文缩写呢 是PEPP 疫情紧急购债 紧急购债计划 他们决议呢 是至少要实施到 明年的三月 但是每一个月的 购债的规模呢 估计会减少 小幅度的减少 目前分析师预测 可能会从 一个月的800亿欧元 缩减为600亿到700亿欧元 好 所以呢 看起来是一个 温和的歌势退场 所以呢 这个之前呢 那么这个欧洲的股市 很担心 这个缩减购债这件事情 因此呢 股市下跌 昨天呢 小幅度的回升 虽然市场当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的 Boris Johnson 英国首相呢 他提出了要加强税付 因为呢 他不然的话 社会福利的支出是沉重的 没有办法忍受 那么本来这个案子呢 是保守党内部出现了反弹 但是呢 昨天在这个英国国会呢 仍旧以319票赞成 248票反对 赞成多余反对 通过了这个加税案 那么包括了国家保险税 还有股力所得税 都要增加1.25个百分点 好 这个是英国的加税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国政管会呢 那么这个昨天 他们前几天呢 已经是正式的去含 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 对于Coinbase呢 他们要推出来的 利用加密货币来放贷 然后呢 升息的计划 那么提出要这个警告 而且呢 要控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虽然这个Coinbase呢 他们表达不解 就是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讯号 显示呢 整体对于加密货币产业 会采取比较严格监管的措施 好 这是美国的部分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这一个煤炭的供需 显然出现了失衡 一方面呢 需求还在大幅成长 因为呢 这一个整个的用电量 大幅度成长 但另外一方面呢 不管是内部的自己的生产 或者是进口的这个煤炭呢 都在减少 所以使得呢 大陆现在的煤炭呢 出现了期货的飙涨 而昨天呢 中国大陆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跟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 消费者物价指数很平稳 年增率只有0.8% 但是呢 生产者物价指数 则受到原物料价格上涨的拖累呢 年增率高达9.5% 创了13年来的新高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他们采取的做法 就是要释出原油的储备 好 那么入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 入股的部分是上涨的 上证指数上涨17点 涨幅0.49% 深圳城市小涨了10点 涨幅0.07%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 重挫了604点 跌幅高达2.3%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 昨天台北股市呢 因为美股的下跌 再加上台积电呢 那么大跌的影响 所以呢 一度开盘的时候 大跌了147点 但是随后呢 就是缓步的走升 在平盘上下震荡 最后收盘的时候 小涨了33.84点 收盘指数 17304点 但是呢 成交规模呢 是萎缩到 只有2439亿元 OTC的成交量 也只有624亿元 两者相加只有3000亿出头 这是创了9个月来 最低的成交量 所以呢 昨天最明显的例子呢 不是股价的波动 而是成交量的萎缩 那么三大法人呢 进出都不大 那么外资小幅都卖超了 6.3亿元 OTC呢 这个投信的部分呢 小幅买超了3.3亿元 资营商小幅卖超了 5.06亿元 三大法人只有卖超了 8.08亿元 那么八大行户公股呢 则是小幅的转为卖超 905万元 所以那个冷清的状况 很明显 那么对照的呢 是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928档期啊 那么现在统计呢 要推案的量 总计呢 达到了2690亿元 比去年呢 大幅度增加了超过六成 显现出来呢 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看好 928档期 这个量呢 是史上的新天量 好那么 不过证交税的部分啊 因为股市虽然昨天亮所 但是呢 8月份的证交税呢 仍旧比去年同期 年增高达67% 是最收超增的主要来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